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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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去做家公 去掩蓋 掩蓋 掩蓋給你用 你接過來 不敢嗎 不敢啊 去處理就不敢了 阿嬤很喜歡去走 就是有可能 人家在親家裡 樓上會丟一下有用的家具 就會拿回來 所以看到一堆櫃子啊 一堆東西 其實都是樓上剪下來的 小時候也在幫阿嬤做一點 因為阿嬤 他有事沒事的時候 就會幫忙撿一下回收 然後分一下 因為拿去 之前是蠻好買的啊 對 所以之前也是有在一起 就跟阿嬤一起撿回收 對啊 可是現在阿嬤腳不滿意 所以就是 這些就是放很久的 上面全部都是木頭 然後因為 長久 然後江雞 那個下雨 然後就開始 那個 被擺侵蝕 跟那個 潮濕 對 所以變成這樣 所以這邊回來 偷藥的東西整理這樣 廚房跟廁所 看得出來都是全木的 才會容易下雨 然後就被 對他就是沿著那個順下來 然後到各個角落 然後角落就開始潮濕 然後就開始滲水 然後木頭剛好是白衣植來的東西 天花板應該會找人來弄 因為有來過差不多十萬左右 只是 我身上繼續有只剩十萬 所以我花完了就沒有了 我還要剩十萬 他還要剩十萬 還要剩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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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去太魯閣 對啊 就自己環道去 對對對 那邊好涼好舒服 所以也算是畢業之後才去 還是有所謂的環 對啊 不然就是其實在打廣 會沒有時間 人家暑假人家都出去玩 然後在那邊上班 就是剛好人家出去玩之後 公司才有缺 不過才有事數有多 這邊附近有一個大學 有一個八方運輯 我這邊上班 上到高中 然後 就輾轉 一直換工作 一直做 就是沒有情過啦 是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學了商科 經濟會計 所以都靠你大功的前來 對啊 有不好跟家裡拿錢 因為這一本 少說都 對啊 只要四百二十五 就 庭旁邊的輕易 對啊 那至少也是鼓勵 對啊 對啊 學費便宜 主要是便宜 對 不然我覺得我大學 應該也熬不過去 那個學費可能我們送不到 說的很多都要靠自己 不然 他們爸爸的孤母 還少年阿婆賺 賺賺 賺賺 喝著 喝著 阿婆那裡 一千塊 那一千塊 那一千塊 就 那一千塊 那一千塊 錢的部分 我覺得錢在賺就有了 所以我不太擔心錢 就是 擔心阿媽的年紀啊 誰要照顧她 這樣而已 對 就是 這可 都 有 你 有 有 那 我 你 好